明天是元宵极了 除了要吃元宵 除了要提花灯之外 不能民宿 我们要来猜灯迷 今天我们花短短 大概五分钟的时间 带全部的观众朋友 还有现场的来宾 一起来猜灯迷 因为都跟股市有关系 来 我先跟四位来宾 说一下我们今天的游戏规则 第一个参与来宾 薄杰 明汉 友中 还有今天的静哲 游戏规则因为总共有十题 所以我们分两轮 来宾要举牌抢答 不能说我直接先讲答案 那就算答对了也不算数 如果猜对了领红包 这红包说多不多 但是说少不少 它大概是我一天的主持费 猜错的话不惩罚 因为我们要运动家的精神 那只要你参与 我们就不惩罚 但是如果你没有运动家的精神 你就坐在那边 我躲起来 我都不要讲话 就不会讲错的话 那来宾就要捐出你的通告费 我年纪大我先捐啊 谁在探索了 我年纪大哥 那个通告费 对我们来宾来讲 杯水车薪 但是今天比的不是钱 是面子的问题 好 所以我们游戏要开始了 总共有十个题目 坐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也来应景一下猜一猜 看你对股市的这个盘感够不够 来 先公布答案 要猜之前要先取牌 第一题 题目是热恋的感觉 是哪一档个股提示 是食品股 请作答 九周老师 有周老师 有老师 平常股市进出很频繁 对 没有 比较老的股票 我就比较记得 年轻的我就没办法 热恋的感觉 虽然已经离我很远了 答案是什么 爱滋味 好 恭喜有周老师 获得我一天的主持辈 恭喜恭喜 今年大发财 恭喜恭喜 好 虎文龙中来了 第二题 三十六计走围上策 是一档电子鼓 请作答 三十六计走围上策 没人知道啊 三十六计走围上策 我觉得靳德大哥应该知道 我是看出来那个唐人阶是什么 来 三十六计走围上策 有没有 没 我要求啊 没 我要求啊 我就这样 伯契怎么不知道 来 谁 赵赫 三十六计走围上策 赵赫 金赵赫 恭喜 赵赫 来 恭喜哦 今年大贪钱 好 第三档 续文之后 猜一档网通鼓 请作答 好 明翰老师来 答案是什么 因为网通鼓 所以范围相对比较小 所以续文之后就是正文 续文之后 看完当然就是看正文了 来 答案是正文 恭喜明翰老师 恭喜恭喜 好 今年大贪钱 好运动给你 怎么都这么厉害 我都要想好久 另外一个 唐人街猜赛 终于会了 终于会了 继承老师 1519华晨 华晨 好 唐人街答案是 华晨 好 东东 China town 金赵老师 恭喜哦 今年 太平了 来 第一次上节目 就猜对了 好 第五题 答案是 小船家庄马达 这个不好猜 但是它是近期的热门鼓 来 电网通鼓 请作答 我就说有终老师 有终老师 你这个浮票做很大 我刚好配这题 小船庄马达是什么 迅州 为什么叫迅州 有资讯啊 资讯然后又有州 因为小船庄马达 会跑很快 恭喜恭喜恭喜 恭喜有终老师 恭喜恭喜 太好了 太好了 来 好 接下来 观众你有没有猜对 有的话 赶快老婆跟老公 要个小红包 来 这个会 这个会 佛祖驾到电子鼓 好 接下来老师谁 3706 神达 为什么 因为神达 终于会了 神来也 好 恭喜恭喜 佛祖驾到原来叫神达 好 倒数四题了 来 学科第一 猜一个文创鼓 请作答 这边 米泰老师来 学科第一 这个玩意 因为这个也是文创 都变得范围比较小 置冠的部分 置冠 置冠 OK 有道理 有道理 恭喜恭喜恭喜 大贪子 好人都给你 黄包也都给你 那这就有一点连贯性了 学科第一叫置冠 那数科优等叫什么 这个就简单啊 这是什么什么冠 技嘉 为什么 数科啊 技术很好啊 技嘉 学科第一叫置冠 数科第一叫技嘉 好 最有道理 最有道理 来来来来 黄包也都给你 来 倒数第二题 再来四十八罐 这个博基老师 这个博基老师 博基老师 祝国英雄在这里 给我加四打 加四打上来 加四打上来 一打十二罐 对 所以 四打就是四十八罐 就是加四打 加四打 恭喜恭喜恭喜 这一题 最爱的你买 要找最爱的你买 好 来 再来 来 这边这边来 来 音乐会 音乐会的主办人 来 安靠 安靠 恭喜恭喜恭喜 恭喜基德老师 今天大丰收 恭喜恭喜 好 大家好玩 硬个紧 这是台股在今年元宵节的大灯迷 希望这个 黄包都给你 好文也都给你 大家都能够在元宵节 今年过得好之外 操作也要顺顺利利 好 接下来明翰老师 我们请您上台来了 元宵过后 变盘还是再标 四位来宾都认为说 可能变 但是不会这么快变 接下来你怎么看 好 这样讲 我们要从两个角度出发 从过去记录 可以做参考 我过往看什么什么节日 我去统计 通常都有现象 节日后都会慢慢变好 因为节前大家会观望 那节后慢慢变好 而且是时间拉得越长 表现越好 元宵蛮特别的 他真的比较好是在结束之后 两个礼拜 等于说下礼拜开始两周 他上涨机率高 而且平均涨幅大 后续反而慢慢的降低 这个东西来讲 变成说市场 等于说我个人觉得 就过往经验 红包行情 通常台股在这个年前后 都会比较强势 慢慢的就会进入这个 基本面行情 但整个架构来讲 还是没有太大的这个问题 只是我不大提醒大家 我建议大家后续 每天在操作的时候 把重心放在这个所谓汇率上 每天看一下台币到底有没有升值 没有升值之前 偏多操作没有问题 但是不要大幅拉高持股 你真的要追 等到整个台币转强再追 我们看一下台股的这个指数 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要告诉大家 就是近期盘面结构不断轮涨 很重要 就是指数不断的创高 对 没错吧 但是年后回来 其实AI股最大的重心是台积电 因为之前什么广达伟创 反而都表现的相对是比较疲弱 我们在看一下台积电 大家也知道 其实一直到今天709还没过 所以代表什么意思 就是说年后回来 它有个特色 就是一天要嘛就是AI是很强 那就所有的把资金都移过去 就一天航金 隔天AI就休息 非AI就大幅的转强 所以我个人觉得 现在在投资的上面 你必须要AI跟非AI的个股都要有 而我个人觉得 其实应该未来在这段时间 包含刚刚提到外资的东西 很明显大家都想买低买便宜 所以目前角度 把握一个原则 短线涨太多正乖理性不要追 那这个所谓尽量买 这个所谓的位阶相对比较低 而且本益比相对比较低的个股 相对会比较安全 我们看到AI的个股 这个我们就讲一下同波基板 就是在PCB的上游 那这个外资 我们就要跟大家讲 这外资报告就有提到 这个是CCL等于是同波基板 就目前的角度可以看到 从二三年未来 年成长率有接近三成 所以成长力道很强 但是我要讲一个重点 就是你要看这个颜色 你会发现不断增长 就是这个浅蓝色 浅蓝色是什么 不断的往上增加 伺服器 所以这就是AI 所以告诉大家 这这段时间未来两三年同波基板会成长 主要靠的是AI伺服器 其实我们刚刚提到AI三大主群 AI伺服器 AIPC或者是手机 我们一直强调真的只有AI伺服器是爆发性成长 另外两块都是缓慢成长 所以同波基板重点就是在这个AI伺服器的增长 这是一块 还有一块比较这个明显的就是一样 就是基本面好转 其实CCL前两年这个是所谓的可以看到二二二三 那这个是需求都是衰退的 然后供给又增加 所以明显供过于求 比较好的现象就是二四年 需求终于比供给大 所以整个基本面就比较明显的好转了 所以我觉得说这个区块来讲 今年应该会有表现机会 只是个股我们就选台药 因为重点还是在本益比相对比较低 那除了这个低之外还是要有这个所谓的获利面比较好的增长 一样的问题看到 有没有看到获利年增一百五十三个百分之一样问题 有点甚至不如去年表现不太好 但是我告诉大家 大家都很现实 因为去年不好 它就反映它的股价 相对就比较落后 那今年能够大幅成长 尤其现在年初 有时候能够大幅成长个股 大家可能还没有这么认真去捞出来 可是我常常讲 我们通常是我自己在筛选个股 我都是拿法人报告 因为量真的很大 我就找一些到底哪一些会大幅增长 我再认真看 然后找出一些位阶比较低的个股 就比较容易找到好的股 了解了 找一些相对本益比较低的 对 没错 第二个AI的焦点怎么讲 好 我们刚刚讲的上游 再来就讲比较下游PCB的部分 那一样问题 它还是在AI 因为我们今天要寻找就是AI个股 其实去年大家在AI在涨的时候 大家就常常讲镜像电 对吗 可是呢 这个重点就两个方向 第一个是这个所谓的四代的交替 尤其是Intel的三代 不断的到这次的这个EagleStream 他的这个所谓PCB的这个程度 层次 层次 不断的增加 所以他的单价增加 毛利率增加 这都是一个趋势 那为什么大家喜欢镜像电 其实就是在AI伺服器的市占 你可以看到他每年增加 而且到了三层 几乎就是他是一家独大 其实你不要看到只有三层多 这一块这么大 这里面是几十家上百家 包含台厂 包含日厂 大家相对竞争 其实确确实实在PCB的所谓AI 主群身上 镜像电就是唯一档 而且最纯的个股 重点是因为他今年的获利大幅增长 那去年表现相对比较落后 那今年这个所谓刚刚提到 层数增加 单价增加 整个获利面拉成 其实今年的获利也都有七成的一个成长空间 那所以认为说这样的情况下 就是所谓的位阶偏低 那加上说有年增长的个股 我觉得像这样的个股 可能目前的角度 市场资金就一直没有在这个PCB身上 但是我个人觉得刚刚提到 因为包含外资包含内资 现在大家都想要买便宜的情况下 未来AI主群觉得像这种位阶比较低的个股 反而值得留意 下游可以参考金像电这是AI族群 非AI呢 非AI来讲 讲到应该讲 今年一直到年初到现在 重电族群 就所谓的能源族群 应该是市场最关注的焦点 那只是大家都通常都找一五类 因为他有个族群 大家都会想到 可是我们找到离岸风力发电 这是所谓的升危能源 其实他有个特色现象 就是说他有一个重点 就是离岸风力发电 他从去年二三年的年终 六月三十取得这个认证之后 他才开始慢慢有营收的贡献 前段是市季刚做的 他做的是后段的水下工程 所以前段你会看到市季刚在清 等于说前一段时间 股价就不断飙涨 就是因为业绩面的增加 他是等到这个市季刚认完之后 再换他 所以是从去年下半年才开始 简单来讲 就是去年他认的这个整个工程款来讲 大概只有落在十五个percent左右 那未来两年包含今年跟明年 他要认七成的这个量 所以业绩面会有个大幅爆发 前要进来了 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前年赚一块 去年赚二点七六 而且二点七六 几乎都是下半年 因为我们刚刚提到下半年才开始 今年八点三 而且这个数字呢 我看到我一开始也觉得意外 我是找了很多这样 每个真的抓出来 就差不多这样 所以本益比来讲非常的低 那重点就告诉你 他获利年增两百多个percent 我个人觉得通常 如果今天是电子股 讲到这种数字 我会打一个很大的问号 因为你年初你讲的天花乱罪 不代表未来会实现 但是要告诉他有个问题 因为他这个跟台电合约 时间到自然就会入涨 所以相对来讲 这八块的稳定度是非常高 我觉得这是很大的不同 尤其是我们看一下股价好了 股价我们看月线稍微拉长一点点 那只要告诉大家 他之前一百五十块 那个时候他获利是三块八 后来只剩一块多 涨这个样子 大家想一下今年八块多 这个是三块八的股价 八块多我们先不一色立场 光你回到这个历史高点 其实就有空间 我个人觉得简单来讲 就是现在刚好在这个绿能的身上 所以未来这种所谓低位阶的个股 应该都有被机会发现到 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好 离岸风电 深微能源 还有呢 另外来讲我们就讲到 就是说这个 因为今年二四年 有一个很重要的题材 就是在年中的这个 所谓的奥运 对 那我只要告诉大家 通常奥运 就过往纪录 是在前一年的年底 就开始新闻不断播报 而且相关个股 就会不断的强势 但今年他有两个比较利空的部分 第一个就是这个运动服饰品牌 在疫情过后 他库存大幅增加 所以相关的族群来讲 业绩面都有受到影响 比较好的现象就是到去年持续修正之后 已经高点见到慢慢开始回落 我觉得这是影响的一个问题之一 但不是最大的重点 重点是因为AI太抢戏了 现在根本没有人在关注 对 所以就我刚刚提到 过往是半年前 就会开始不断慢慢加稳 到目前市场上 几乎没有什么讯息 可是我个人觉得 你只要你只要有点耐心 那低位阶的时候 下去做布局 慢慢的时间越来越靠近 时间到一定会热起来 所以我觉得没有太大问题 重点是在选股身上 那我们今天找的是这个志强KY 为什么选志强 最主要问题 我们还是回到选股 我们今天的逻辑就是要低位阶 他在做什么 他是做运动鞋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运动鞋占一半 休闲鞋占一半 他就是鞋类的个股 只是他比较特别 他足球鞋起家 那一开始是因为 这种所谓的足球鞋之后 慢慢做到全整个所谓的运动鞋 所以你可以看到 比大家熟知能详 这种客户都是他的客户 所以其实没有太大的疑虑 那本益比低 而且加上今年也因为 对这个奥运的一个需求 所以业绩面会有一个 比较明显的增长 像这样的个股 不代表说 马上就会有飙涨的行情 但是我只能说 现在就是一个低位阶 大家想买低位阶的个股 所以寻找刚刚提到的 就是AI跟背AI都要布局 不然会有个问题 如果你每天都是满手的AI 当AI休息指数往上攻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我很难过 人家就讲了 赚了这个指数赔的价差 然后你就我个人就觉得 希望能够分散 每天只要指数往上 都有你更高的机会 了解 谢谢明翰 请先回座了 这样子的逻辑非常的重要 大家放在心上 好 今天的压轴 我们要交给友中老师 等了三十四年 日本股市终于创下历史新高 但是相对低档的日元呢 休息一下 压轴交给友中 投资市场瞬息万变 今天的利多 很可能就成为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么样随时能够掌握最新讯息 重点是做出专业的解读 而且化为精准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断 记得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前线百分百 每天带你掌握全球最新讯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